这是世界上最快的外卖软件 所有东西只需两秒就能送达 小帅刚下单了两个汉堡 两秒后门铃声响起 近来一位着装清凉的漂亮小姐姐 礼貌递上她下单的东西 小帅开始还不太相信这个 声称两秒送达的外卖软件 没想到试了一下竟是真的 看着马上就能吃到汉堡的老婆小美 小帅把软件推荐给了她 他们开始一起现场试验 小美的乳液刚好用完了 她在搜索框输入用品名称 门外马上响起了铃声 又是那位小姐姐送上东西 之后他们又接连试了好几次 不管是日用品还是衣服 都能两秒内送到 甚至美国餐厅里的新鲜牛排 也能马上送来 而且最划算的是东西不用买 只需要支付800日元的配送费就可以了 虽然这款软件用起来非常爽 但小帅还是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每次小姐姐来的时候 她背后都是暗的 但外面走廊明明就有灯 所以小帅得出结论 小姐姐很可能是从异世界穿越过来的 不然也不会每次都能这么快送达 为了搞清楚配送的规则 他们开始不断尝试输入各种东西来试验 小美输入100万现金 配送费显示需要108万 看来现金不能免费送 之后又是了其他东西 发现规则是必须输入具体的东西 而是要是这个世界本来就存在的东西 小美想到小帅之前丢失的结婚戒指 于是试着用软件找一下 没想到真的成功了 而且依然只需要配送费 他们知道了原因 因为这个婚戒本来就是属于他们的 所以不需要额外花钱 小美灵机一动 想找回之前丢失的小狗 但小姐姐送来的却是一盒骨灰 小美不甘心 重新输入要15年前还活着的小狗 这次果然成功了 小狗失而复得 原来这个软件还能从过去下单 在医院当护士的小美 遇到了一位病人老头 他正在努力寻找丢失的手表 那是死去妻子送给他的遗物 对他很重要 小美就利用那个软件帮他找回了手表 老头对此非常感激 小美想用软件让死去的母亲回来 小帅看见赶紧阻止 但极度思念母亲的小美坚持钥匙 可惜配送费显示需要16000日元 这是母亲生前一辈子的总收入 小美显然支付不起 但他们马上发现了 软件能隔空送大活人的功能 这款外卖软件太神奇了 竟然能将一个大活人两秒内送到目的地 这天小帅在外面等小美 两人本来约好一起看电影的 但小美因为加班错过了时间 还在路上等车 小帅想起那个神奇软件 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输入了小美的名字 并惊喜地发现只需要800日元配送费 小帅赶紧下单 两秒后外卖小姐姐带着小美出现了 小美一脸猛逼 小帅也不敢相信 下一秒就喜出望外 这也太方便了 但小美有点生气 因为她只值800日元 小帅安慰解释道 因为他们是夫妻 属于彼此 所以不需要费用 只有配送费 小美转念一想 这样确实超划算 以后她下班就不用挤地铁了 只要小帅在家用软件输入她的名字 就能两秒到家 比任一门还好用 之后他们在外面碰头 也不需要走路或乘交通工具了 只要一个人先到那里 就能瞬间召唤出另一个人 连出国旅游都能省下一个人的出行费 简直不要太快了 很快时间来到结婚三周年纪念日 小帅在家做好了饭菜等小美下班 但小美却想在外面吃大餐 他们同时打开外卖软件 想把对方送到自己身边 就在两人同时按下配送键时 他们原地消失 被传送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 两人面面相去 小帅反应过来 应该是同时配送触发了系统吧 他们想出去 但门被牢牢锁死 小帅给好友打电话求助 让他下载那个外卖软件把自己带出去 但好友说费用需要两亿 怀疑是新型诈骗 原来配送大活人需要支付终身收入 小美出主意 让小帅输入写有出去方法的纸条 但系统显示需要输入具体的内容 这下没办法了 他们彻底被困在这里 三个月后 他们把家里的东西都传送了过来 小帅身为网页设计师 一直靠在家办公维持微薄的收入 而小美已经被医院解过了 他们每天唯一能见到的活人 就是外卖小姐姐 就这样过了一年 两人已经对彼此厌烦了 还隔出了各自的私人空间 他们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深 一言不合就开始争吵 这对夫妻已经被困在这里一年多了 只因他们使用了一款 能配送大活人的外卖软件 两人同时按下配送按钮触发的系统吧 被传送到了一个不能出去的地方 小帅递给小美一份离婚协议书 因为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夫妻之间运送对方只需要配送费 他可以先跟小美离婚 然后再找另一个女人结婚 让对方把自己救出去之后再离婚 随后马上和小美结婚把他也救出来 本来小美怕小帅出去后就不管他了 但目前只有这个方法可行就答应了 然而小帅在网上找对象的过程并不顺利 对方一般都认为他太早帅了 还没见面就求婚 当然不会相信他 就在小帅焦头烂额之际 还发现小美早就不见了 打电话才知道 小美已经出去了 因为有人愿意出两一救他出来 那个人就是之前找手表的病人老头 他还是一个富豪 小美对小帅感慨 果然找丈夫还是要找经济能力强的 小帅请求他把自己带出去 但小美拒绝了 他已经决定嫁给富豪 不想有人来妨碍他 听到这里小帅气得只想骂人 既然如此他也不打算放过小美 点开那个软件输入了女人的名字 就在小帅准备点下单时 网页刷新了 上面的费用从800变成了两亿 因为此时小美正拿着离婚协议书 去民政局办了手续 现在他已经不是小帅的妻子了 就这样又过了一年 小帅依然还没找到结婚对象 他每天只能吃外卖 见到送货的小姐姐 这天他终于忍无可忍 拉住小姐姐苦苦哀求 让他告诉从这里出去的方法 小姐姐对他说只有一个办法 转眼小帅就变成了送货员 走出了这扇门 这就是脱困的唯一方法 小美已经嫁给富豪 这天他想要买个东西 就在软件上下了单 两秒后门铃声响起 小美去开门 却发现外面站着的正是小帅 小美惊呆了 而小帅也像不认识他了一样 脸上只有客气礼貌的笑容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短片松火上门 出自最新的一期 世界奇妙物语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夫妻之情在巨大的诱惑面前很脆弱 做人还是不要太贪婪